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斯宾赛的快乐教育全书,整书的中文版大约是25万字,我会用大约18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该如何引导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并养成终身受益的习惯。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会将学习比喻成一个痛苦的过程,于是古人就写出了学海乌雅苦作舟,寒窗苦读,悬梁刺骨等等词语,来形容这种艰苦。 在应试教育的今天,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基础教育,三岁之前把孩子送去造教,在大点就送去学习各种兴趣班,到了小学初中高中,更是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占满了孩子的所有时间。 这种强迫性的训练让孩子早早的失去了童年该有的快乐,将学习变成了痛苦的负担。 前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如果没有使孩子产生高昂的情绪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 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从而给不带感情的脑力劳动带来疲劳。 也就是说,被动的学习会让孩子对学习产生抵触,导致学习效率低下。 而如果孩子是在一种快乐的状态下学习,就会让学习变得更加高效。 今天我为大家讲述了这本斯宾赛的快乐教育全书,就是作者赫伯特·斯宾赛,通过对侄子小斯宾赛的成功教育经验,提出了快乐教育的理念。 他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父母作为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导师,应该引导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让他们在快乐的状态下有效地学习,同时通过一些方法和技能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习惯。 本书的作者赫伯特·斯宾赛是英国的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斯宾赛的一生荣誉显赫,先后获得了英、法、美等11个国家众多著名大学的院士、博士等荣誉称号,是近代西方科学教育思想的倡导者,曾经还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被科学界和教育界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个牛顿。 斯宾赛的《快乐教育全书》写于19世纪末,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发了美国教育界的革命,导致美国的大学、中学、小学课程和教育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从而奠定了美国100年来的人才优势。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接下来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本书讲述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导师。 第二个重点是,如何引导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让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 第三个重点是,如何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习惯。 好,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导师。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是绝对不能缺席的,这是赫伯特·斯宾赛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 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为重要的老师。 当每一个小天使降临人世时,父母就要承担起养育的责任。 养育孩子就如同玉花,不仅需要父母精心地浇水施肥,让其享受阳光的滋润, 同时还需要及时地修剪枝叶,定器除虫,方能茁壮成长。 所以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不仅要负起养的责任,更要担起教的义务。 赫伯特·斯宾赛在本书中认为,教育孩子首先需要父母做的便是,给予孩子充足的爱。 人类在婴儿时期就能感知到来自身边的爱意,如果得不到爱的抚慰, 就会像鲜花得不到雨露的滋润,很快就会枯萎的。 所以说,父母的爱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赫伯特·斯宾赛生活的小镇上,有一家孤儿院, 那里的孩子们有一段时间得了一种连医生都查不出来的怪病。 其症状表现为,目光呆滞,食欲不振,不愿意和其他人交流, 也没兴趣到室外的活动场所玩耍,偶尔还会发出叹息声。 院长束手无策,只能找来斯宾赛帮忙。 通过一下午的观察,斯宾赛请来了一些小镇上十几岁的小女孩和孤儿院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女孩们的到来为孤儿院带来了欢乐, 她们会时不时地把孤儿院的孩子们抱起来, 抚摸、拥抱和亲吻。 不久后,奇迹发生了, 孤儿院的孩子们身体明显好转起来, 也逐渐恢复了原有的快乐。 斯宾赛认为,孩子们之所以生病是因为长期得不到爱的满足, 而导致的一种皮肤饥饿。 这种特殊的需求并不是食物和其他物质能够满足的, 只能通过爱抚和亲吻这种表达爱意的动作来满足。 所以说父母与子女是彼此赠予的最好礼物, 只有得到父母的爱, 孩子才能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 除了不要吝啬对孩子的爱, 身为第一任老师的父母, 言传身教也是至关重要的。 父母是与孩子相处最久的人, 孩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大多来源于原生家庭。 当父母对生活表现出积极向上时, 孩子一定是一个对生活充满阳光的人。 当父母对生活表现出失望和厌倦时, 那么孩子也一定是一个消极的人。 所以, 通常从孩子的言行举止中, 父母就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 父母要做好孩子的教育导师, 就必须要做到言传身教, 以身作则。 因为父母永远都是影响孩子最深的老师, 也是孩子最会去信任的人。 只有父母做好了, 孩子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教育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因此身为父母还需要对孩子传递快乐。 当孩子没有达到父母的预期目标时, 例如期末考试没有考好, 上了很久的钢琴班, 却依然弹不好一首曲子。 这个时候呢, 大多数父母都会认为自己付出了那么多, 为什么孩子还是依然学不好? 是因为他们没有天赋, 还是没有认真学习, 于是就会将满肚子的抱怨转化为一腔怒火, 发泄到孩子身上。 殊不知, 指责和呵斥只会让孩子情绪低落, 使他们的潜能和智力大打折扣。 赫伯特·斯宾塞就认为, 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会更容易吸收知识, 因此, 父母想要让自己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变得更容易被孩子所接受, 首先需要做的是营造一种快乐的家庭气氛, 学会和孩子一起唱歌, 少一些斥责, 多一些鼓励, 然后再制定每周的小计划, 每周按照计划去实施教育。 因为教育孩子是一项庞大的工程, 不会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 所以说, 把这个庞大的工程分成一个个步骤来完成, 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都能从中获得快乐。 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很多父母都是焦虑的, 尤其是在教育出现问题的时候, 父母常常都会不知所措, 不知道孩子的小脑袋瓜每天都在想什么。 如果说直接追问的话, 可能会因为沟通不畅, 引起孩子的反感。 于是, 父母就需要找到一把能够打开孩子内心的钥匙, 去探知孩子最真实的想法。 赫伯特·斯宾赛在本书中介绍了一种, 能够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纸牌游戏, 人们将其称为斯宾赛纸牌。 这个纸牌游戏是由12张卡片组成的, 每张卡片上各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一说你最不快乐的事, 你最希望得到那三样东西, 去抱抱你最喜欢的人等等问题。 然后一家人坐在一起, 通过轮流至头子来抽取卡片回答问题。 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帮助父母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 也可以让孩子了解父母的内心。 在玩的过程中, 拉近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距离, 比起一再地追问孩子的想法, 斯宾赛发明的这个纸牌游戏, 更能让孩子在轻松愉悦的心情中畅所欲言。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导师。 说完这个, 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 如何引导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 让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 学习对于人的一生很重要, 通过学习, 我们可以掌握知识和技能。 然而, 在传统的教育中, 大多都是把学习看作是枯燥乏味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 自然不会有好的收获。 斯宾赛通过对侄子的教育, 发现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 取得的效果是最好的。 为此, 他还做过一个实验, 他带领两群孩子来到河边, 告诉其中一群孩子, 教堂里正在举行婚礼, 要求孩子们跑到教堂去, 谁先到达, 谁就能得到糖果。 然后呢, 又告诉另一群孩子, 同样是要求他们跑到教堂去, 谁落后了, 谁就会受到惩罚。 于是在斯宾赛的一声令下, 孩子们飞快地跑向教堂, 最后的结果却是, 想要得到糖果的那群孩子, 大部分都跑到了教堂, 虽然很累, 但是孩子们特别的兴奋。 而另一群孩子呢, 在跑向教堂的途中, 很多孩子就因为跑不动而停了下来, 因为他们知道法不择重的道理, 两群孩子虽然都是得到了跑向教堂的命令, 却因为目的的不同, 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所以说, 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去做一件事情会更高效。 而如何让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呢?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引导孩子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因为兴趣的作用就是能够带给孩子快乐。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这是出自论语中的拥也篇, 意思是懂得学习的人比不上喜爱学习的人, 喜爱学习的人比不上以此为乐的人。 由此呢, 我们可以说兴趣是学习的最大动力, 让孩子在寓教娱乐中学习, 能够让孩子更快地获取知识。 然而呢, 现在的很多父母为了让孩子学习更多的技能, 不断地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 但是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却少之又少。 分析原因, 不外乎就是孩子对所学的东西不感兴趣。 赫伯特·斯宾塞认为, 兴趣是孩子对事物的主动选择, 父母需要诱导孩子加强和促使孩子的这种主动性, 才会让兴趣变得持久明确。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诱导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呢? 斯宾塞提出了两种方法。 方法一, 参与孩子的兴趣, 帮助获得求知的方法。 斯宾塞的侄子小时候对蚂蚁特别感兴趣, 为了诱导侄子从中获得知识和方法, 斯宾塞制定了一份蚂蚁研究计划, 要求侄子查找关于蚂蚁的资料, 了解蚂蚁的生活习性和生存特点等等。 这份研究计划让侄子的兴趣更加浓厚, 觉得研究蚂蚁这件事呢, 已经从当初的仅仅只是觉得好玩, 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正是由于斯宾塞一步一步的进行诱导, 才让侄子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求知的方法。 方法二, 寓教于乐, 制造快乐的家庭教剧。 在孩子眼里, 玩的重要性永远大于在教室里枯燥的学习, 所以说父母如果一味地强迫孩子去学习, 而剥夺了孩子玩的权利, 只会让孩子产生反感。 所以说斯宾塞的建议是, 父母可以自制一些充满乐趣的家庭教剧, 让孩子可以边玩边学。 比方说, 为了让侄子认识更多的语法, 斯宾塞用一些写满字母和词汇的小木片和几根小钢管, 做成一个单词风铃。 侄子在玩风铃的过程中, 便能熟练掌握风铃上的单词, 因此侄子就是在玩耍的过程中学会了法语和拉丁语。 此外, 斯宾塞还设计了九宫阁数字游戏, 帮助侄子熟练掌握了九九惩罚表。 为了锻炼侄子的记忆力、 描述能力和抽象与具体思维相结合的能力, 斯宾塞研制出一种有趣的地图纸。 当他们每去一个地方时, 斯宾塞都要求侄子画一张地图, 标注方向和重要建筑物, 同时还要备注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有趣的事, 渐渐地, 侄子的记忆力、 描述能力和观察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父母如何引导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 让孩子在快乐状态下学习。 下面再来为大家说说最后一个重点, 如何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习惯。 习惯决定孩子命运,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健康人格, 培养健康人格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从培养行为习惯做起。 父母是孩子的引导者和教育者, 因此父母要学会巧妙的引导和教育, 让孩子养成好习惯。 那么父母又该如何去引导和教育呢? 斯宾塞认为父母在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时, 应该要注意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重复孕育习惯。 美国心理学家通过一个动物记忆实验认为, 一种行为重复21天就会变成习惯动作, 重复90天会形成稳定的习惯。 也就是说, 如果父母要训练孩子吃东西前洗手的习惯, 只需要一直坚持让孩子在吃饭前必须洗手, 不洗就不允许吃饭这一行为, 坚持一个月孩子就会在吃饭前树立起必须要洗手才能吃饭的意识。 然后呢, 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发现, 孩子已经把吃东西前洗手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固定的习惯。 所以说父母在对孩子习惯的培养上, 需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和时间, 引导孩子不断地重复地按照既定的方式去做, 一步步养成好习惯。 其次呢, 是诱导激发习惯。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习惯,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习惯遵从于内心的喜好、 兴趣和需求。 因此父母需要根据孩子的兴趣点, 通过诱导来逐渐地激发出习惯的养成。 比方说为了让三岁的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 父母就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心理特点, 灵活把握阅读契, 制定符合孩子的阅读计划, 诱导孩子快乐地阅读, 从而养成阅读的习惯。 培养孩子好习惯的第三个关键点是诱导在于有兴趣。 爱因斯坦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一个人只有对一件事情感兴趣, 才会愿意不断地尝试最终养成良好的习惯。 所以,父母在培养孩子好习惯时, 要发现孩子的需要, 捕捉孩子的兴趣, 因实力道, 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刚刚我们说到了培养孩子形成好习惯, 需要注意的三个关键, 下面我们再具体分析, 应该培养孩子的哪些好习惯, 才能让其终身受益。 先来说第一个, 培养孩子学会运用的习惯。 赫伯特·斯宾赛为了训练侄子的写作能力, 借着嗓子疼和侄子玩起了字条游戏。 游戏的内容是两人的日常交流, 只能通过写来实现。 一开始六岁的小侄子只会写一些简单的句子, 比如说中午吃什么呀, 一会儿去哪儿呀, 要收衣服了等等的。 随着不断地练习, 侄子学会了很多文字和表达方式。 后来, 赫伯特·斯宾赛嗓子好了以后, 侄子的写作能力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知识如果没有与实际的运用相结合, 是不会被牢固地掌握的, 而且既不利于调动孩子的兴趣, 也不利于知识的自我衍生。 运用一次胜过死记百次, 正是运用将兴趣与实用、 知识目的联系了起来, 从而达到了理想的教育效果, 因此培养孩子养成运用的习惯, 会使孩子在求职的过程中变得更有意义和顺畅。 在成长的过程中, 孩子也会面临各种选择, 大多数会因为无法取舍, 而让自己陷入困惑和坏情绪中, 因此培养孩子自主选择方面的习惯至关重要。 斯宾塞希望父母能够在孩子犹豫不决时, 多问问孩子是选择还是放弃, 同时又让孩子明白, 有选择就一定意味着会有放弃, 一旦选择就要尊重自己的意愿, 并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努力。 除此之外, 父母还应该培养孩子养成积累的习惯, 为了引导侄子养成积累的习惯, 荷伯特·斯宾塞从让侄子从一个储钱罐开始, 让侄子每天把所存的钱得来的过程数量记录下来, 然后每个月再做比较对照。 当形成习惯后, 再逐渐地引导侄子进行知识的积累, 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 逐渐培养他们记录积累的习惯, 让他们学会读书, 学会积累。 对于孩子来说, 缺乏专注力是十分常见的, 通常情况下, 孩子的专注往往只是表现在他们所感兴趣的事情上。 专注于孩子本能的好动, 喜新厌旧是相矛盾, 所以说孩子在课堂上的注意力是很短暂的。 因此, 需要父母通过诱导和重复来帮助孩子养成专注的习惯, 从他们的兴趣着手, 鼓励孩子认真完成一件事, 哪怕那件事情并不是父母所期待的。 好了,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到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 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导师。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父母不仅需要给予孩子充足的爱, 还需要以身作则, 对孩子言传身教, 同时还要将快乐传递给孩子, 并能在游戏中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其次我们讲到了, 如何引导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 让他们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 斯宾赛认为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会更高效, 而要让孩子在快乐的状态下学习, 最重要的便是引导孩子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 因为兴趣的作用就是能够带给孩子快乐, 所以说父母需要做的就是, 通过参与到孩子的兴趣中趣和自治快乐的家庭教育, 这两个方法来诱导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 最后我们讲到了, 如何培养孩子终身受益的习惯, 行为养成习惯, 习惯造就性格, 性格决定命运, 好习惯就是孩子命运的主宰, 父母要学会巧妙的引导和教育, 让孩子养成好习惯。 而在培养孩子好习惯时, 父母需要注意三个关键点, 其一是重复孕育习惯, 在不断的重复中养成习惯, 其二是诱导激发习惯, 通过诱导来逐渐激发习惯的养成。 最后一点是诱导在于有兴趣, 通过捕捉孩子的兴趣, 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此外, 斯宾赛还指出, 要培养孩子学会运用, 自主选择, 善于积累, 养成专注的好习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 探索的探索的探索的探索。 探索的探索是探索的探索的探索。